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恩到现场视察听取军方和民防部队负责人汇报救援的最新情况 奥恩下令彻查真相并呼吁其他国家加快伸出援手 李巴嫩内阁当天召开会议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宣布贝鲁特进入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 并同意将所有自2014年起涉及监管贝鲁特港口仓库的官员软禁 调查为何会储存大量的硝酸鞍 李巴嫩内政部长早前表示 爆炸可能是由存放在港口仓库的大约2750吨硝酸鞍引起 这场灾难及爆炸多集半个城市 陆续有民众拍到的连环爆炸的片段曝光 贝鲁特主要街道布满碎片及车辆残骸 建筑物的外墙被炸毁 整个街区状况甚是惨烈 由无人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 贝鲁特港口几乎以为平地 留下一个大坑 今年6月初的卫星图像拍摄到 事发地点的周边本来有近20个仓库 爆炸之后无一幸免全部炸毁 贝鲁特省长表示 大爆炸发生之后造成至少10名救援人员遇难 多达25万人因为房屋受损而无家可归 各个机构正在为受影响的灾民 提供住所和饮用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发生爆炸之后 正在当地执行任务的中国维和医疗分队 接到通知抽调医疗力量提供医疗救助 目前已经准备就绪 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的通知后 中国维和医疗分队便紧急抽调了9名医护人员 组成贝鲁特爆炸应急医疗分队 小组成员来自外科 内科 烧伤科 麻醉科等领域 他们将携带药物 耗材 防护用品等物资 前往贝鲁特 接到联邻命令后 我们利用现有人员 出组了指挥组 前前后送组 医疗救治组和保障组 并对所需物资进行了详细的准备 目前我们正等待出马命令 中国第18批复离维和医疗分队 由30名官兵组成 目前正值轮换期间 其中15人已在上月底回国 剩余15人将在本月18号启程回国 而中国第19批复离维和医疗分队15人 在上月底抵达黎巴嫩 因新冠疫情 目前正在隔离中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黎巴嫩遭遇大灾难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土耳其和伊朗等多国 分别派出救援人员 医疗专家等 到当地协助 抢救伤者 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大爆炸 酿成严重死伤 多个国家迅速行动伸出援手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5号派出首支救援小队 带同必要的救援设备 前往黎巴嫩 并将在当地建一个野战医院 为伤者提供治疗 目前俄罗斯首架救援专机已抵达贝鲁特 另外四架救援专机 也将在接着的24小时抵达 再送去一个检测新冠病毒的实验室 防护装备以及其他救援物资 德国一支救援队伍 当天带同搜救犬 以及约15吨的救援工具 前往黎巴嫩参与救援工作 希望争取时间 在倒塌的建筑物中救出生还者 意大利 土耳其等多国 也向黎巴嫩提供医疗和人道救援 派出消防员协助搜救 英国宣布会提供500万英镑的 救援物资于黎巴嫩 包括搜救支援和专业医疗援助 与黎巴嫩仍处于战争状状态 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 当天向黎巴嫩人民表示慰问 以及愿意提供人道援助 特拉维夫的市政厅外墙 更破天荒 亮起了黎巴嫩国旗以示支持 特拉维夫市长胡尔代表示 人性的地位高于一切纷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 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表示 他认为被鲁特爆炸 有可能是遭遇的袭击 不过国防部长艾斯珀 如果当天就说 爆炸可能是一起意外 特拉维夫4号 在被鲁特爆炸 发生几小时后的记者会上 说自己听取了将军们的简报 他们似乎认为这是一场袭击 特拉维夫在5号的记者会上 重申了这一说法 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当天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的安全会议上表示 大多数人认为被鲁特爆炸是一起意外 特拉维夫在被记者问及 如果他怀疑被鲁特爆炸的原因是由于遭遇袭击 他将如何应对时 特拉维夫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帆 华盛顿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杜平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杜先生中午好 你好 杰杰 杜先生我们看到这次被鲁特大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非常惨烈 截至目前事件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但您认为从爆炸事件当中 是否能够折射出另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呢 对 我是同意的 就是说这里面不只是说一个简单的爆炸的问题 因为黎巴嫩这个国家呢 是非常的复杂的 非常的敏感 特别在地缘政治区域的各方面的博弈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个 这个引起很多的问题的一个地方 包括比如它自己内部首先是非常分裂的 宗派之间 宗教派别之间 不只是分裂 而且是非常对抗的 敌对的 那么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 实际上黎巴嫩之所以在经济和社会等等方面 没有什么发展 主要是因为是战争 这个战争本身它除了它自己的内部的分裂之外 还有来自于外部的一些各种势力的干预 所以呢 就是在这个分裂的状态之下 一些其他的外部的政治势力 就不同的政治势力进行了利用 而且黎巴嫩一直是被他们利用 那么这次的这个爆炸看上去是一个意外事件 但是真相并没有出现 并还没有调查清楚 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猜测 包括一些阴谋论其实都在出来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这个事情 就有可能不只是一个人道灾难了 就不只是一个经济灾难了 而有可能对政治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因为现在其实在这个非常分裂的宗教派别之间 相互指责的现象 我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里面会不断的出现 要么是来自于内部的这个相互指责 要么就是外部的指责等等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现在原本比较虚弱的一个政府 黎巴嫩政府 有可能它的权力可能更加不稳定 那如果不稳定的话 就有可能变成其他大国 地缘大国的继续的利用 所以呢 未来的事态发展如何 我们觉得黎巴嫩能不能从这个事件当中集齐教训 也就是说这样的事件发生 是不是在提醒他们 就只有国家团结 只有放弃纷争 只有放弃宗教上的对抗 这个国家才有希望 他们能不能觉醒到这一点 谢谢杜先生的点评分析 再来关注到南海局势 美国空军的E8C侦察机 8月5号夜间现身南海 飞行至距离广东海岸大约100公里的位置 这是近期首次在夜间 发现美军E8C飞机抵近中国大陆海岸 由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发布的消息显示 5号晚上9点左右 美国空军一架E8C联合星空地监视飞机 再次现身南海 朝广东方向飞行 一度飞行至距离广东沿岸领海基线59.27海里 即约110公里的位置 据悉 这是近期首次在夜间发现美军E8C飞机 前往广东海岸附近开展飞行和侦察活动 在刚过去的7月 累计已有7架次的E8C飞机现身南海 对广东省实施抵近侦察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还称 在5号上午 美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也出现在巴士海峡附近空域 朝南海方向飞行 资料显示 E8C联合星侦察机是一款空地监视飞机 搭载由美军最先进的机载对地监视 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 E8C飞机可以在防区外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 识别分类 并实时将数据传递给后方指挥所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分析 E8C重点在于监视和研制对手的地面雷达系统 此番前来意在搜索地面雷达系统数据 并可能进行电磁压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7月底表示 今年上半年 美军机在南海活动多达2000多次 而在7月15号至28号期间 美军机已经连续12天抵禁南海侦察 批评美国在南海搞军事化 制造地区局势紧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全球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接近1900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71万 全球疫情最严重的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7万例 16万人死亡 巴西单日再增5万多例确诊 累计病例超过286万 俄罗斯再增5000多例确诊 全国有86万人染疾 西班牙和法国疫情反弹 其中西班牙累计确诊超过30万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 累计确诊超过196万 死亡人数突破4万 菲律宾累计病例超过11万 首都马尼拉再度封城抗疫 南非疫情持续恶化 累计病例近53万例 伊朗单日再增2000多例 全国病例超过31万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5号和马来西亚外长西沙姆丁通电话 两人就共同应对当前不稳定 不确定的国际形势 深入交换意见 王毅表示 中国与马来西亚率先走出 新冠肺炎疫情阴霾 推动经济社会复苏 这是双方同中共进 相互支持的结果 也为双方今后合作 创造了必要条件 开辟了新的前景 中马双方应探讨有序恢复 各层级交往 建立双边和区域快捷通道 推进绿色通道合作 助力双方复工复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 王毅表示 中方愿同马方继续推进 疫苗研发 使用和生产合作 在亚太经合组织 世卫组织等多边舞台 加强抗疫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王毅并指出 中方坚定支持马方 举办今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 制定2020年后愿景 西沙姆丁就表示 马方高度重视与中国强有力的双边关系 两国合作超越地缘政治 马方完全赞同双方积极开展疫苗合作 尽快建立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 探讨共同确保供应链安全 对外释放两国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看中国的新冠肺炎病例的数字 内地5号新增确诊病例37例 其中本土病例30例 分别是新疆27例 辽宁3例 其余7例是境外输入 当中上海5例 山东1例 陕西1例 当天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 其中7例是境外输入 现存确诊病例当中新疆最多 其次是辽宁 上海和广东等地 港澳台方面 香港4号新增85例确诊 其中82例在本地感染 新增确诊连续三天 回落至双位数 香港特区政府早前通过防疫抗疫基金 以直接采购和资助的方式 向三家私营化验服务提供者采购检测服务 政府发言人表示 截至到这个月4号 三家化验所已经为高风险群组 包括有安老院设的员工 低市和小巴司机 还有街市的租户和员工等 进行了超过9万次检测 一共涉及大约50万人 当中有31个样本 呈初步阳性 政府发言人解释 选择直接采购服务 是因为有迫切需要 在最短时间内展开大规模检测 政府强调 私营化验所需要参加通过 卫生署的品质保证计划 确保技术水平符合标准 才能够开展检测 检测费用方面 每个检测收费大约从300多港元起 但各界别的成本不同 另外对于检测收集的个人资料 政府重申 需要符合隐私条例的规定 处理资料的政府部门 或检测机构 会根据需要 向卫生署或其他部门 提供资料做防疫用途 但不涉及向境外机构 或人师提供任何个人资料 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有财经消息 稍后见 欢迎回来 美国媒体报道 遭到美国当局打压的短视频平台 Tiktar 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会在三个星期内和微软完成收购协商 作价最多是300亿美元 而另外Tiktar宣布更新内容政策 打击关于美国大选的假消息 又会在爱尔兰设立数据中心 存储欧洲用户的数据 美国财经频道CNBC报道 微软和字节跳动 计划在三个星期内 完成收购Tiktok的协商 比总统特朗普定下的9月15号 限期为早 预料金额介乎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 报道指财政部长姆鲁钦 正深入参与收购过程 如果收购成功 微软会将Tiktok所有的城市编码 在一年内由中国搬往美国 Tiktok周三又更新内容政策 会采取一系列手段打击不实信息 包括与两家信息核查机构合作 监视关于美国大选的假消息 并允许用户投诉 涉嫌发布假消息的账号等 同时平台也修改使用条款 禁止用户上传人为加工的假视频 并与国土安全部属下机构合作 防止其他国家干预美国大选 另外Tiktok宣布 会耗资大约4亿2000万欧元 在爱尔兰建立数据中心 预料会在2022年初启用 并为当地创造数百个职位 Tiktok表示 当数据中心投入营运后 欧洲区用户的数据 就会储存在这个新建的数据设施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亚太区股市呢 今天是涨跌互线 目前澳大利亚股市上升 接近0.4% 日本股市午后则是下跌0.3% 韩国股市上升超过1% 台湾股市则是接近0.7% 内地互生两市开在平盘附近 随后反复走低 互指中午报3364点 下跌12点 跌幅0.38% 半日成交3537亿人民币 深城指中午报13821点 下跌139点 跌幅0.99% 半日成交4650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走出了高开低走的行情 盘中更失守十天线 恒指中午报24692点 下跌409点 跌幅1.63% 半日成交778亿港元 美元持续偏弱 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表现的美汇指数 跌穿了92.8的超过两年低位 而国际金价持续在高位运行 现货金价在周四的亚洲交易时段 继续在每盎司2040美元附近徘徊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则是接近了5个月新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周四开出的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9438 比周三的中间价上调314个基点 创3月10号以来最高 及其会价开盘报6.935的五个月高位 随后回吐了大部分涨幅 最新在6.943附近 在台湾 官方疫情指挥中心5号宣布进出八大类场所都必须要戴口罩 台北市和新北市从6号起宣导一周 民众屡劝不听将会被罚款 近期从台湾赴海外的人士 频频被当地验出新冠肺炎确诊 由于感染源不明 不排除是在台湾被感染 引发台湾社会恐慌 担忧会爆发第二波疫情 台湾指挥中心5号宣布 八大类型的场所恢复强制戴口罩 包括医疗照护机构 大众运输 卖场市集 教育 竞赛宗教和娱乐等场所以及大型活动 各县市政府也提升防疫层级 台北市政府宣布从6号开始扩大管制 包括进到了公家单位 医疗院所 学校 以及像车站这种公共场所都必须全面戴上口罩 至于举办大型活动 台北市要求工作人员在活动前 落实两周健康管理 现场要规划动线管制 健康监测和实名制 不能设置饮食摊位 若市内活动超过100人 户外超过500人 得先提出申请 新北市则是超前部署 早在7月底就提升防疫警戒 如果没有按照我的规定 采实名制 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 尤其甚至人量体温 包括消毒手精都没有做到位了 该划我已经划 官方恢复实施防疫措施 即日起将劝导一周 若民众旅券不听 将会被罚 最重可处15000元台币 防卫士张绍兵陈文堂台北报道 台湾军方近日传出 某基层士官在特定的网站 兜售台鹏金马防卫作战的 固安作战计划的内容遭人检举 内容宪兵队报警检察机关 及时拦截查获 专家分析 台湾军方的基层官兵 毫无保防意识 个人考核和管控 也是显然有疏失 台湾军方爆发泄密案件 一名隶属陆军 官阶为士官的战车副车长 竟然在网路上兜售 机密作战计划 经其他官兵检举 才遭查获 移送法办 但涉案人员毫无保防观念 铤而走险 军事专家质疑 内情不单纯 什么因素 什么原因 让这位战车的副车长 要做这样一件 大胆愚蠢的事情 是缺钱 缺得太厉害吗 那为什么缺钱 会缺这么厉害 是赌博吗 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呢 这个要调查 评论认为 除了官兵个人因素 也显示 台湾军方的管控 已经出现漏洞 尤其战车部队 本身就是敏感单位 人员的考核有明显疏失 台湾军马的防卫作战里面 战车要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了 那保防系统 难道忘了这一块吗 所以完全没有监控了吗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小兵 他干到事关了 所以他军终也停留一段时间了 都没有考核的记录吗 专家研判 这名官兵都受的计划内容 可能只有所属单位的片面资讯 并非计划全文 但基层几乎不设防 类似的泄密案件 恐怕层出不穷 台湾军方则发布声明表示 会加强后续的保密和法际教育 凤凰卫视林奇兵陈建达 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凤凰五件特快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